大家好,我是美食小厨娘 今天制作豆角焖面 面香劲道又好吃 首先将四季豆掰成小段 加清水加盐洗两遍 起锅烧油先下豆角边炒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吃起来口感更好 豆角不好熟,多边炒一会 豆角表皮微微洗虎皮状 锅边留留下肥肉 洋葱,胡萝卜等配菜 边炒出香味来 少许13香调味 继续煸炒 我用的这个肉是熟的 最后下瘦肉 大火煸炒均匀 准备调味 加少许老抽调色 生抽调味 蚝油提鲜 再来少许盐翻炒均匀 少许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 化开调料 加大半碗清水 大火烧开 用勺子先盛出一半糖水 剩下的糖水跟菜瓶就行 均匀地铺上面条 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焖6到8分钟 时刻观察着别让汤汁熬干了 避免糊锅 等汤汁快收干的时候 把之前盛出来的汤汁 再均匀地浇在面上 这样做出来的面更容易入味 盖上锅盖再继续焖5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用筷子把面慢慢抖散 看这个面一点也不妥 稍微一抖就散开了 最后来点葱花蒜末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豆角焖面 就做好了 面条柔软净到比肉都香 喜欢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推荐一道美食